今年是2021年 農曆即是新丑年 牛年 我恭祝大家 牛年行好運 工作生活救牛 荷包總將救牛 我們身體健康 救牛 沒錯 我們國家經濟建設救牛 國防科技救牛 抗疫防疫 還有 脫貧工作救牛 牛年之一是牛氣充電 說得對 說得好 好棒 我發現你跟牛好有關係 是嗎 我會跟牛有關係 那也不錯 我都發現自己跟牛好有關係 有什麼好東西 我牛高馬大 夠威武 我老黃牛精神 幹勁不減 還有我執牛耳話勢 我買牛股進去牛市 炒輪 救西牛 最明顯你那隻牛 不是這隻牛那麼厲害 不是這隻牛 那牛是怎樣 你看你的身材 在你身上夠大隻 你都不知道 你這隻牛是沒什麼力 我大隻 大隻女類當牛洗 我大隻女類當牛洗 我有老黃牛精神 老牛拉破 沒什麼力 我執牛耳 執牛耳 你又大耳牛不聽教 你最好 還有啊 你們整身牛皮屎 喂喂 嘩嘩嘩 尊重黃牛黨 偷騙拐騙 黑人爭 聽 啊 去過你的嘴裡 一講牛的壞事 都離開我 你真是開玩笑 只是開玩笑 只是開玩笑 不過說起牛呢 不如我們一人說句話 讚一下牛吧 讚牛 是的 沒問題 我先說 你先說 初生牛獨不怕虎 你看 剛剛出生的牛仔 連老虎都不怕 多厲害 我告訴你 牛不喝水 又不禁得牛頭低 嘩又是 很有力 很有力 牛郎積女美麗的愛情詞卸 我牛高馬大夠威武 我小是牛都 我多如牛霧 我橫微冷對千夫子 虎手今為魚子牛 大文號 老信大作家都寫牛 哦 老信的詩都有牛 沒錯 我發現一個現代大詩人 又寫了讚牛的詩 很有詩 很有魂 來來來 說來聽聽 你想聽嗎 其中有兩句是這樣的 行路 似的大水牛 又哉又哉 落油油 嘩 這首詩真是好人 有詩 有牛 等等 有這樣的詩嗎 大詩人寫讚牛的詩 你都不知道 請問哪個大詩人寫 你想知道嗎 失禮 是我 我不問 你這個詩是大詩人寫 挺好的 你這不是牛詩 是什麼詩 狗詩 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關係 狗脾不通 是 不過話說話 牛對我們人類真的很大貢獻 是的 譬如我們這些食品 很多都有這樣 數都數不到 牛的食品相當多 是的 一人數一樣 一人數一樣 有牛的 有牛的 可以吃的 我牛奶 我牛奶糖 我牛角 我牛角包 我牛肉 我牛肉粥 牛腩 我牛腩粉 我牛仔 我牛仔褲 牛仔褲 你牛仔褲吃得 牛仔褲 你是不是牛仔褲 你不說話 我牛仔 我牛仔骨 可以吃的 我講兩個字 他就加一個字 沒有理會 總之是可以吃的 不行不行 你這麼賴貓 我講三個字 你講三個字 不給多不給少 起不給加字 開始 我先講 我牛大力 我牛魔王 你牛大力吃得的 當然你生草褲 驅瘋是拒絲 他挺好的 牛大力 牛魔王 你吃的 他吃你 再來 再來 我牛肉丸 我牛百腩 我牛尾湯 我牛鞭湯 我牛鞭湯 我牛馬巾 我瓷馬巾 對,對,對 你說得最厲害的 口快太想你當 我們不說牛的食品 說什麼 我們大家鬥一下牛,看誰厲害 鬥不鬥 鬥不鬥 鬥,我先說 你先說 聽起來,說出來客話你 我的學歷,大學本科畢業 本科生 我的學歷,研究生 我每個月的工資八千元 我每個工資是六千元 哪個我牛呢 這個基本工資 急急賣賣,總共一萬八千元 投過你 我現在住一間 一百平方的電梯樓 我住五百平方的別墅 我來,又有電梯上去 我有兩個大陽台 我有三個大陽台 我每個陽台有十幾棵美花 我有十五盆羅漢松 我家裡有一個炎梁美麗的老婆 我有三個炎梁美麗的老婆 喂,回來了,回來了,回來了 老婆不行,老婆不行 老婆不行 看來看來,你真的 你跟牛真的很有關係 你一出生 到現在都跟牛有關係 我又不熟,牛出生 跟牛有什麼關係 你一出生 吃不吃牛奶 不吃 有關係 我吃人奶的 沒有與長大 你一隻隻有身體 沒有與長大 跟牛沒有關係 都要讀書的時候跟牛有關係 這就對了 我的成績好 夠牛 老師說教你 比拉牛上樹更慘 我的成績雖然差點 但我的藝術很厲害 我彈了一首很吉他 老婆發怒的時候 我馬上彈了一首歌 讓他順了一首戲 那叫做對牛彈琴 喂喂喂 我對著老豆彈琴 為什麼對牛彈琴 你老豆熟什麼 熟牛的 那就是對牛彈琴 到你結婚 都跟牛有關係 說得離譜 什麼離譜 我結婚 跟牛有關係 為什麼沒有關係 我跟我太太不熟牛 又不姓牛 又不姓牛 又不姓牛的東西 跟牛完全沒有關係 你知不知道街坊百姓 怎樣稱讚你太太 怎樣稱讚 說你美麗 元素 哎呀,老婆是厲害的 厲害 跟牛有什麼關係 千花插在牛婚上 蛤